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巴西亚马逊雨林大火 除了灭火工作之外 当地的环保任务也是十分的艰巨 往往要求消防 环保 道路管理 警局等多部门联动配合 那么在这些部门当中 巴西环境军警可以说是保护亚马逊雨林的先锋队 让我们跟随我们的记者镜头一起来做了解 巴西民间枪支使用比较普遍 这使得环境执法成为一种高危职业 作为保护亚马逊雨林的先锋队 环境军警装备先进 直面非法纵火 盗砍林木 非法猎杀 捕捞等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 积极取证并缉拿犯罪分子 在卫星监控系统的帮助下 环境军警可以查看整个辖区火灾 与林地覆盖的变化情况 因此即使在广袤的亚马逊雨林地区 军警也能及时发现非法行为的踪迹 因为亚马逊地区直备茂盛地形复杂 很多区域只能步行到达 导致执法成本高 难度大 即便如此 截至今年8月 近巴西朗多尼亚州环境军警 就缉拿了破坏环境违法分子878人 其中474人获行超过两年 查获非法盗砍木材超过1万立方米 非法车辆263辆 枪支82支 开出罚单共计5700万雷亚尔 约合人民币9700万元 大家看到在我左手边就是被环境部队截获的 运送非法盗砍木材的大卡车 这有好几辆 远处还能看到很多这些木材 也都是非法运送的物资 是被环境部队截获的 在这里停着一辆很乍眼的一辆大火车 我们看到这辆车上还满载着货物 也应该是目测应该是刚刚被截获的 那么所有这些卡车和货物都讲作为证据 等待司法部门进一步的审理审判 感谢观看